打造品牌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打造品牌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其实可以从一句话里面 就可以充分地显示出来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三流的企业卖的是CP值 二流的企业卖的是产品 一流企业卖的是品牌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在这一波非常竞争的洪流当中 非常多的企业以及消费者 选择了降档消费 什么叫做降档消费呢 就是他舍弃了品牌 他选择更便宜的CP值 那块石上就是这个洪流下面的产物 块石上品牌 他们不强调自己的企业价值 也不强调自己的品牌核心理念 他们强调的是提供给消费者 更便宜的商品 他们不强调设计 不强调原创 他们只用拷贝的方式 快速地给消费者更多新的商品 但是五年十年后 其实块石上产业 也尝到了苦果 因为消费者留在心中的 不是这个品牌的个性 也不是这个品牌的价值 他们只记得这个品牌 曾经给他很便宜的衣服 那这衣服可能穿了一季 两季之后 就不会在衣柜里面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路比五差 更认为品牌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是不容忽视的 在打造品牌过程当中 遇到最大的困难 其实是一种思维上面的困难 以及挑战 因为我是自己创业的嘛 所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非常的善用每一个机会 然后要非常快速地调整自己的策略 但是在创造品牌过程 这个过程当中 他必须要做的是更坚持 应该要做的 然后放弃可能没那么适合的 所以其实在这一两年 在对内宣传品牌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遇到同事们会说 这个是可以的吗 有一些插边球 同事可能就 可是这样子业绩会比较好 那这时候身为一个品牌主理人 或是身为一个老板 你要非常坚决地跟他说 不行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又知道 你的机会可能断送在你的这个坚持下 我觉得如何坚持品牌应该要做的 以及坚决地不要让一丝丝 不应该做的 坚决地拒绝 是在品牌打造过程中 遇到最大的挑战 参加品牌计划呢 事实上对我有非常非常大的收获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常常女生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请老公帮你拍照的时候 永远觉得老公拍得很差 很难看 那这个就有一点像是这样子 我老公每次都跟我说 你是不是有一点人格分裂 就是自己想象中的自己跟真实的自己 往往是不太一样的 那品牌计划对我的收获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虽然我是品牌主理人 然后我也是这公司的老板 但我想象中的品牌跟客户想象中的品牌 跟员工想象中的品牌 以及品牌顾问想象中的品牌 事实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那参加这个计划过后 我们梳理了员工内部对品牌的想法 梳理了消费者对品牌的想法 梳理了自己对品牌的想法 透过顾问的一个统合 把我们所有人对于路比无差是什么 讲得非常清楚 这时候我终于好像得到一面镜子 终于不用自己觉得自己好像长得是这样 但事实上不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可以呈现 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风貌 那我觉得这是品牌计划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收获